今天网友的故事,我帮婆婆解决掉公公的外遇 我是一名普通的义本毕业生 目前是普通义本研究生在读,老公和我同龄 出现问题是在婆婆帮我们带小孩的时间段 去年我在哺乳期又在复习考研,婆婆就来帮我们照顾孩子 退一步讲,就算我不复习考试,也还是需要婆婆帮忙带宝宝 因为我们两边家庭都指望不上,只能靠我们自己奋斗 也就是说我们都保持着向前的状态 我自己内心深处也不敢做家庭主妇,因为我输不起 在复习到冲刺的时候,婆婆和我说 有人在老家听到了关于公公的风言风语 给他说了,我心里就很担心,也和老公说了 老公说应该没事吧,让我安心复习 等考完试回到老家,事情呢,才渐渐地浮出水面 原来啊,通村有一个女的,名声不好 出了名的泼辣和无耻 下面就说这么两个事吧 大家就能够感受得到她是怎么样的泼辣和无耻 说有一次啊,隔壁村一个女的来骂她 说她不正经,勾引她男人,不是个好东西 结果她说什么呀 你好得很,那你男人怎么不睡你,而是来睡我呢 第二件事 同队的人坐在一起聊天 然后这个女的去了,没有她的凳子了 有一个男的就开黄墙说 来来来坐我腿上吧 结果她说着话就真的坐上了这个男的腿 还手腕着人家的脖子 就是这么一个女的趁我婆婆不在家 夏季穿着小裙子,涂着红嘴唇,端着自己的饭 跑到我家来吃 我公公呢,就和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 她又可以发蝶,又可以夸人 相较于打心眼里看不起公公的婆婆 她确实很讨公公欢心 而且呢,公公又是一个从小没有得到多少爱的人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爱她,她干啥都愿意,哪怕是利用 所以这女的家里所有的苦力活 都是公公一个人吭吱吭吱给干完的 匪夷所思的是,她家男人还和我公公处得非常好 乐得我公公去,我很是不解 结果婆婆说,农村有一个俗语 女人有个外汉,家里男人轻松一半 这个男的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老婆喝水睡了 只要是有人帮她把家里的活干完就行了 一个女人自己道德败坏,出轨长性 自己家老公还乐见其成,真是活久见了吧 这也说明公公完全就是被利用 想想都让人生气啊 当然,最气不过的就是我公公 被这样一个货色,玩弄于鼓掌 哪怕她真的对我公公有爱 我都不会做后面那些事 婆婆呢更气 但她并不想和公公离婚 她不想给我老公留下一个烂摊子 离了婚,让公公被那一家人使唤 后面一生病的时候 回来找儿子儿媳妇延老 弄个没下场 公公呢打死不承认 只说自己就是帮别人干活 啥都没有 婆婆说,他们这么多年的夫妻 有没有她最清楚 她也不要她承认,只要一句话 公公以后不要再和这女的一家来往 就这,公公也不同意 这个女的还很无耻的来我们家和我婆婆说话 我婆婆不搭理她 她就去和我公公说话 但是公公又很不争气的和她一问一答 一时之间啊 婆婆成了同村人看笑话的对象了 婆婆本来就有胃病 好不容易跟着我们生活了小半年 胃病好很多,胖了一点 结果呢,因为这个事儿一下子受了四五斤 我就觉得很替婆婆不值 很同情她,也很内疚 毕竟是因为给我们带孩子 才出了这样的事情 同时呢,也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女人 对这些事情呢,反应更激烈一些 因为很想帮婆婆出口气 所以有一天傍晚啊 所有人都围在我老公大坡门口聊天 那个女的也在 以前的时候吧,我婆婆也会聊天 但是这个事儿出了以后吧 她就不聊了 然后我呢,就故意走过去 站在那里,给我老公打了一个视频 而且呢,我开外放 故意跟我老公说 跟你说个事儿呗,特别有意思 妈和我说 咱们队里有一个女的特别不要脸 老是够的别的男的到自己家里干活 我自以为她很有魅力 结果看了吧,什么也不是 村里面有一个叔叔 特别看不起这个男的 直接说,那个女人躺在大马路上 她都不会去看一眼 这个女的还以为自己老公多喜欢自己 其实很可怜,因为她老公就是在利用她 我说完这些话 就和老公把视频给关了 周围的人呢,有些人是不喜欢是非的 听到话筒不对啊,就赶紧回自己家了 有一些人吧,比较好是非 就留在那儿听到了最后,脸上还带着憋不住的笑 而那个女人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到最后啊,也是站起来跑到自己家门口 定定的坐着 说来啊,这一招我还是从婆婆那儿学的 我也是这个方法的受害者 也许您会问,我婆婆都这么对我了 我为什么还要出头 是因为她再怎么样都是我老公的妈妈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爱我老公了 我给老公的爱和妈妈的爱不一样 而且我老公呢,对我不错 我婆婆虽然会在一些事上用心眼 但是她内心深处,是希望我和我老公好的 我不想婆婆因为这个事起到自己病倒 我老公呢,也跟着伤心 那个没有底线的人却还在笑笑傻傻 也是因为我和婆婆的矛盾是内部矛盾 但是这个女人是彻底的外人 这对于我来说是大的方针 可是呢,我还是低估了那个女人不要脸的程度 这一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消停了几天,她还是一如既往 要是婆婆一直待在老家 这些事情也就没有了 婆婆说她有把握 可问题关键是,我也考上了研究生 孩子怎么办呢 某个瞬间,我突然想到了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 不管什么事情,想办法解决掉 我就想,这女的这么干屠傻 后面想想,利用我公共干活 无非就是既吃不了苦自己干 又不想花钱雇别人干 那么就是屠钱 她的弱点是什么呢 那一阵子我在老家 听到他们一起聊天 这女的就在向别人吹嘘 自己的女儿找了多好的一个婆家 有几间门面 自己陪嫁的被子买了什么样的 可以看出她很虚荣 并且爱她的孩子 孩子就是她的软肋 想好以后我就问婆婆 她孩子的结婚日期 因为我曾经做过拜访陌生客户 所以我并不害怕 等到她女儿结婚那天 我假装围观的人站在那 和那些婚车司机寒暄 问到了她女儿婚房 买在哪个小区 白酒系的酒店在哪 问完以后呢 打车提前赶到了小区 沿着小区看 看到了一个楼门口有结婚的喜字 还有迎亲的人 而且凑巧啊 那天那个小区就一家结婚呢 所以我又混到了人群中 进到了她们的婚房 拍到了她们的结婚照 还有她女儿的照片 干完这一切之后 我提前下楼 打车到了白酒席的地方 看到了她的男女亲家 确实都收拾得很不错 郎才女貌 心里还暗想 为啥这样的家庭 还能找上这么好的亲家 那个男亲家看起来很精明 我不敢上去 女亲家一看满面春光 正沉迷于自己当天的隆重装扮中 享受着大家的夸奖 我瞅准机会走过去说 阿姨 你电话号码报一下 她当即脱口而出 说完后又问我干什么 我说我待会儿告诉你 她说现在就告诉她吧 用撒娇的语气很可爱 我说后面你就知道了 我先去忙 就赶紧脱身了 接着呢 我找到了那个女的 她一开始还没认出来我 因为疫情嘛戴着口罩 我说阿姨你出来一下 她就跟着我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我就把口罩摘下来了 问她认不认识我 她一看是我立马火了 一把甩开我的手就走 我连忙上去抓住她 说今天是你女儿大喜的日子 你应该不想听到 我进去说啥不该说的话吧 她一听立马停下了脚步 转而呢 对我缓和了脸色 叫我今天不要说啥过分的话 在那里骂人什么的 我说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 我从来没有时候 没有说过你 其实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但是在她面前 我不会承认 因为她并非善查 我问了她一些问题 还录了音 并且和她说 以后都不要让我再听到 你找我公公的声音 否则 我也会搞得你女儿家 你女儿家鸡犬不宁 你女儿找了个好人家 公伯看起来都是有脸面的人 你也不想你姑娘过得不好吧 说完我就离开了 后面我听别人说 这个女的再也没有去过 我们家门口晃悠过 我很羡慕那些 沙发果断的女人 羡慕她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我当时私心 也是想拿这个事情吧 连连手 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书呆子 自己的分析对不对 但是真的回顾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也变得面目可憎 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 语言上的针锋相对 让别人生气 嘴巴上好像 我的话更刺儿 压你一头 占占便宜 都是些小聪明 没有大智慧 如果是你呢 如果你要给一个面对我这样困境的人提建议 你会怎么做呢 另外我一直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就是自己不够坚强 当有人肆无忌惮和第三方谈话 故意说一些出我心窝子的话时 只是自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坏就会哭 结婚后呢 我婆婆也会这样 一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 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 等到后知后觉 只有自己一个人哭的份 比如我那一阵子 产后落下了腰疼 气血不够 手指握起来就有点发僵 婆婆就当着我的面 跟人打电话 说些这些 对面的人就说 我身体怎么这个样子 我当时听到就感觉很震惊 因为我对面的亲戚身体也不好 我想着她应该更能理解一个病人的痛苦吧 能健康谁愿意得病呢 我也觉得婆婆 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这么做 就觉得人怎么能这么坏 人性的幽暗处 我以为我知道 人性如此自己能理解 可是当真正站在这些黑暗面前的时候 自己却只有伤心的份 说这些呢 不是说想展示我有多么善良之类 就是客观描述下自己心理 想请问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是怎么面对和处理的 以及是怎么化解自己内心的情绪的 您曾经说过 没有霹雳手段 就别有菩萨心肠 请问能展开说一说吗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老铁的评论 在铁前讲你的缺陷 一家人互相为对方隐瞒不好的 共同向外界展示最美好 这样别人才会更加羡慕我们 尊重我们 至于你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不战斗的问题 那当然得你自己强大 强大到别人望而胜未 你不战而驱迎致病 那你对这些问题就无感了 这就当作是自己还要不断 努力变得更强大的动力吧 但是强大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锤炼出来的 所以不怕战斗才能不战斗 在战斗中周密不暑 赢得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你对战斗自言就有自信了 在一个圈子里不用多战一战就能封身 比如经过这次战斗 你在你老公的老家就已经名声远扬了 以后不会再有什么人敢来挑战你 以后在工作中也是 你一次出手 同时就知道你有没有水平 我一个外地人什么背景也没有 但在工作中我从来就没被欺负过 就是因为第一个来挑战我的人 我给了他一个紫黑色的 Color CC 确实菩萨心肠是在拥有瓶力手段之下 才能奢谈 否则就是烂同情 烂好人当烂好人 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的